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假如不理解 也记不住 也没用 今天我教你这个Squences and Series 就是序列和数列 这个很有意思 你见没见过这样 就是说我给你这样一个叫Squences 简单的把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2 4 6 8 10 你看不看到我的屏幕 看到了不就2 4 6 8 10 对呀 那你看到这个你想到什么 它有什么特点 特点 又啥特点了 就说一个呢 后面那个数 简按着后面的数总比前面的数大个2 对吧 对 然后呢 那这只有5个数 就stop 就停下来 对不对 只有这5 那么这样的 我们把它叫做有限数列 叫finance 如果我这个有无穷多个 也就是后面要加3个点省略掉 但是呢它可以一直往下走 那么这样的话叫做 infinance quences quences 无限数列 就说这个数列的数是有无穷多个 ok 那么你由这个看 这个数列呢 它 这种数列叫做 等差数列 或者说 英文的叫 asematic sequences 就是中文叫 翻译过的叫等差数列 也就是说 它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的这个差是固定的 你像这个 就是2 后面一个总比前面一个大 2 ok 这叫 这个序列 然后呢 这个siris 这个在英文中文里面叫基数 也就是说 你让你把这些元素给它加起来 你比如说 给你加说这五个数 然后让 把这五个数加起来 这种叫做 基数 这个基数呢 也可以是有有现象 也可以有无穷多现 比如说 那你还算个 对啊 能算 所以你想想 你觉得无穷多不能算 实际上是可以算 下面我就教你 你无穷多像 你也可以算 还是怎么算 那么比如咱们先看个例子 你能不能读一下这个 这个例子 21.1 21.1 21.1 Which of the term is 4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term 让你考虑这一个序列 In which term is 4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term 就是后面的一个总比前面一个大四 然后A 放了the 6th, 7th and 8th terms of the sequences 让你把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写出来 你给我写在我的屏幕上 看一看 6,我想想 5,4,6,24 24-9,15 19,23 你数一数,这个7现在是第几项 第7 我说这个7,这个数字7现在是第几项 在这个序列里面是第几项 你看这个是第一项,对吧 这是第二项 这个-1是第三项 对吧 这个3是第四项 这个7就是第五项,对吧 人家他让你把第六项,第七项和第八项写出来 那简按着后面这一项,第六项应该是哪个数 第六,第七,第八 那你觉得这个第六这个数字应该是哪个数字 第六,第六 他不是规定这个里面的每一项都比前面那一项大个4吗 对啊,你想想4,6,24 怎么4,6,24 你有没有观察这个数字 他跟你也说了,就是说每一项相邻的后面一个项 总比前面一项大4,就加个4 你看,从-9到-5,不就加一个4就到-5了吗 然后-5加一个4不就到-1了吗 对啊,我知道 1加一个4不就到3了吗 3加一个4到7了 那么第六项应该是多少 第六项 对啊,你说第五项现在不是7吗 第六项不就应该是 我想想想 第六项就应该是11 哦,我明白我错了 对啊,是啊,是这个意思啊 第六项就是11嘛 然后第七项呢 第七项 我想想,第七项是 第七项就是15 对啊,第八项呢 搞错了 忘了-1了 我忘了解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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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就是 应该是5乘以4 对 你不需要那样算 因为这已经给出了你 第五项 你要算第六项 你就用第五项就行了 你不需要从头怎么找公式 你现在直接就在第五项加一个4 就得到第六项 第六项得到了的话 第六项再加一个4 就得到第七项 第七项得到以后 第七项加一个4 就得到第八项 对吧 因为它这个每相邻的项之间都是相差一个4 那么这个A这一步做完了 咱们再看B 它说 Find a formula for the nth term of the sequences 这时候它就让你写出来 这个序列里边的Dn项 它的表达式 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让你写 假如我用an来代表 这个Dn项 这个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公式来算 你能不能找到 应该是负9乘以负9加上4n 负9加上4n 那你给它试一下 你非常close OK 非常close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 你有一点错误 你如果是 负9加上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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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负9加上4n-1 对了 要n-1 然后乘4 这样才能对 得这样来算 你看这样的话 当n等于1的话 n-1就是0 所以这第一项就是等于负9 第二项n等于1等于2的话 就是n-1就是1乘上4就是4 然后再加上负9就得负5 对吧 这个是求dn项 我们把这叫做通向 通向公式 general term的formular 中文叫通向公式 OK 非常好 你能找到这个 这叫通向公式 对于等差数列 它的通向公式就是第一项 然后加上这个都应 就是说通常我们用d来表示 代表difference 公差 然后乘上括号n-1 也就是说通用的这个通向公式是an等于a1 a1代表第一项 然后加上n-1 然后乘上公差 乘上这个d 在对这个问题来说 这个d就等于4 这个就是通用的通向公式 对于这种等差数列 就是他们之间相差一个常数 这种数列的它的通用的计算公式就是它 OK 那你现在读一下第二题 21.2 你读一下这个a 第二题 对 对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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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 就是这句话 yes or no 你把他第二项的表达式 第二项第八项和第五项的表达式都写出来 他这地方就让你要check 他第五项是不是第二项和第八项的平均 那你就把第二项的表达式写出来 第八项的表达式写出来 两个加起来除以二 你看他是不是等于第五项的表达式 第二项的表达式你给我写一下 写了个屏幕上 我看你写 A2 你用一个A2 用一个A 然后2作为下标 A2就代表把2写在底下来 写成像我那样写 那就代表下标 试试 像我那样写 把这个数字作为它的下标 这样就代表 这个数列里边的那个D A2 对 A2 等于第一个数 第一个就是用A1来表示 就用A1 A1 加上 加上N 加上N 就好 第二项等于第一项 加上一个什么 你看看 你看上个数列 从-9到-5 你是不是就加上一个D 加上一个公差就行了 从第一项到第二项 你只需要加上它这个公差就可以了 就说A1加上D 那个D代表了公差 比如说对你上的这个例子来说 就相当于4 对啊 这是第二项的表达式 现在能不能把第八项的表达式 也这样给它写出来 A8 对 它等于啥 等于 A 用A1 用A1和那个公差来表示 加上 7D 应该是7D 等于7 然后呢 乘上的D 对 那么 你再能不能把第五项的表达式写出来 第五项 对 A5 等于 把它写的低一点 那5就写的又变成那个写的顶上去了 加上4D 好了 好 那你现在把 A2 和A8 两个加起来求个平均值 你看看是不是等于A5 那么就是等于 2 我想 2 A1 加上 8D 是的 应该是的 对 然后这个除以2不就等于A1加上4 乘上D 对吧 所以呢 这道题的结论就是 是的 它这个第五项 它就等于第二项和第八项的平均值 OK 这个总是对的 你这个实际上适合于所有的等差数类 你发现 你发现 第五项总是等于第二项和第八项的平均值 就像个公式一样 对 这个像公式一样 这不管 不在乎你这个到底是 这里面的A1 A2到底是什么数 只要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它的第五项总是等于第二项和第八项的平均值 OK 你看这个非常很重要 是吧 很好玩 你再看B 你读一下B 对 suppose that x y z are written or that such as y exactly between x and z in this sequence there's just as many terms between okay must y be the average of x and z 明白这句话意思吗? 明白 就是说他把这个part A的结论再进一步推广 你看,你上面看到的这个2,5,8这三个项 想说这个是第二项 这个是第八项 他这个第五项正好就在第八项和第二项中间 对吧 因为5减去2这有3 8减去5也是3 他说现在这个结论能不能推广到 不一定是3啊 只要他是中间的话 他这个中间这一项的值总等于跟他相距 相同距离的这两个项的平均值 你看,他说这个假设是x 这个假设是z 这假设是y 这个y呢 它总等于这个x和z的平均值 如果这个y距离这个x这个距离和他距离z的这个距离如果是相等 这个y的值总等于x和z的平均值 不一定非得是3 那么是2,11或者说100,1000 只要这个序列里边有这些项 那么这个结论总是对的 你觉得这个对不对 对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你怎么证明它呢 你比如说假设我把这个 这一项假设是我用这个ak来表示 x这一项 那么它呢 就应该等于a1加上k-1 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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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可以是任意的正整数 假设这个m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 这一项的这个表达式就可以写出来 它就是k再加上m 然后-1乘上d 对不对 我把这个z这一项也可以表示出来 它就相当于k加上2倍的m 对吧 因为这是k项 然后呢 到这加了一个m 到这就加2倍的m 那么这一项的表达式就等于a1 加上k 然后加上2倍的m 然后减去一个1 然后乘上d 对不对 那你现在把这个k和这个ak和ak加2m 这两项平均一下 加起来除药 你看看等不等于这一项 那你看这加起来不就是2倍的a1 然后加上k加上k2倍的k 然后后面这是2m加上2倍的m 对吧 那我把这个m2提出去 然后呢减去1再减去1减去2 把2提出去了 就是减1乘上d 对吧 你把这个现在除以2 你看你得到的 就exactly就等于这个ak 这就等于a1加上k加上m-1乘上d 对吧 看不见现在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现在看不见了 ok 那我写的这个地方你现在能不能看见 现在就我们得到了a1加上 能不能看见 a1加 a1加 黑屏 啊 黑屏了 我这还黑屏吗 喂喂喂喂 对 对啊 黑屏呢 哦 为什么 现在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吗 ok 所以呢 那个结论是对的 就是说它确实是这样 那你现在能不能看第三题 你能不能读一下这个第三题 你能不能读一下这个第三题 跟我讲 你把这个clear一下吗 你把这个clear一下吗 啊 这个第三题 这一道题 这一道题 好 这一道题 the first steps must we take to get from the first term 对 to last term 18 就要从第一项到这个 这一项 18这一项 他问你 我们需要做多少 走多少步 你看从4到x1到这一项 这不是一步吗 然后x1到x2 这不就是两步了吗 x2再到x3 这就三步 x3到x4 x4 这就四步了 然后从x4到18 不是就五步吗 1 2 3 4 5 对吧 所以它这是第一项 这个相当于第六项 对吧 所以呢就是它实际上 现在通过这儿啊 就想让你推导出来 刚才我们写的这个通向公式 这就等于A1 然后加上n-1 乘上这个d ok 他现在就想让你明白 这个地方这个是n-1的道理 为什么是n-1 因为你有了第一项以后 你推出第二项 你只需要走一步 对吧 那么也就说这个地方 对这个第一步这个答案就是我 因为这是第六项 你只需要五步 然后他说B Use your answer to A to determine how large each such step is and use this to determine x3 ok 他现在问你 这个每一步 也就是说让你找这个d 这个d 现在到底是都等多少 那样的话 你才能把这每一项都算出来 对不对 那你现在想办法 能不能把这个d算出来 你现在不就把这个4和18就可以带到这个公式里边去了 对吧 我们有这个公式你想想 A1现在相当于A1就等于4 这个n现在相当于就是6 就是a6 a6就是18 n-1就是5 5 5乘上d 加上4等于18 然后就解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程来算这个 5乘以d 5乘以d 对吧 对5乘以d d等于啥呢 5乘d d是你现在让你算的 你现在d是不知道的 你要通过解这个方程来算 左边这个现在是n 因为n是6 a6 a6就是最后这个18这个数字 把an换成18 所以这个方程现在就变成了18等于4加上5乘上d 对吧 现在你要解这个方程你就把d算出来 对吧 你现在解这个方程 你算一下d等于多少 d等于多少 对啊 d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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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ver 5 14除以5 14除以5 对了 那你现在有了d 你现在怎么算a3 他让你算a3 x3 不是a3 x3 算这里边的这一项 x3 x3相当于是 这是a1 a2 a3 a4 相当于算a4 就是n等于4的时候 就是x3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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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里边现在相当于x3这个是第4项 对吧 1 2 3 4 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有这个公式了吗 你也知道这个d了 这样的话每一项你都可以算出来 你这个时候呢 你现在对你来说x1 x3的话n相当于等于4 然后你有了d 你的d不是15 除上4 15被4 14被5来除 然后呢 第一项你也知道 第一项是4 那你用这个公式 你用这个公式就不可以把 这个a4 也就是说这个x3这一项算出来了吗 你算一下 或者说你一步一步走 你比如说你先算x1 你有了第一项 你有了这个公差d 那你x1就可以算出来 x1算出来以后 x2就可以算出来 x2算出来 x3 等于4加上14 over5 那个是哪一项 对不对老师 那个是哪个项 你算出来 x1 对这是x1 是的 那你写这个东西是x1 x2 x1 x1是等于他 然后你再算x2 x2是 x2是 x3就应该是 42 x3就是4加上42 不是42 你要除5 你那个后面那个是一个分数 25 到这 他写了 他写了 这就是x3 你把那个要 还要合并一下 你不能把那个就是写的一个任务就不管 对吧 你写的那个是第x3这一项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呢你哪 你不愿意 好好算 你看 你看你这第一项是4 然后呢 你那个第4项就是x3这一项相当于等于42 除上5 然后呢你把这两个数字现在要加起来 合并 得到一个什么数 合并得到一个 等于4 我想想 4除以5的话 如果再加上一个0 就是写8 净于84 那就是 怎么算 你先把4给它变成 8.4 不对 你把4先给它写成一个分数 分5是5的一个分数 这样的话两个不就可以加了吗 你把4给它变成分5是5 分5是5的一个分数 把4如果写成分5是5的一个分数 它是多少 否则的话你这两个数你怎么加 你那个分5都不一样 你现在把它两个都弄成分5要你一样 或者说你把42除5 你给它现在写成一个mix number 一个带分数 这样的话就是把它的整数部分和那个4 就可以加起来了 那也可以 你把42用5去除一下 你看看你得到的整数部分是多少 然后分数部分是多少 然后你把你这个整数部分和前面那个4 就可以加起来 最后可以写出一个带分数 你这个的熟练 你这个不能懒得不愿意做 你不做的话 那你到考试的时候 你写这个人家不会给你分的 好吧 好吧 嗯 你把4线变成一个分数啊 或者说你把42用5线除一下 两种方法都可以 两种方法都可以 先用5除一下 对 一把4用5除一下 8除以5等于8点4 对啊 8 然后呢 8又是什么 8点4 8点4 对啊 8点4现在是写成一个decimal 对吧 也可以 那8点4 然后加上4 OK 824加上4就是12.4 对啊 那你把答案就写出来 就是12.4 对吧 那么这是 这是一种方法 对吧 实际上这样有三种方法 另外呢 你就可以把这写成 4加上8u5分之2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写成12u5分之2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把这个4先转换成一个分数 转换成1 它分比也是5 那4乘5不就是20吗 20over5 就是20除5 20 divided by 5 然后加上42 被5除 这样的话 这两个就可以直接加了 这个分子就可以直接加起来了 这就等于62 12除以5 对吧 这就是第三种 你要很习惯 把一个整数 马上就写成一个和另外一个分数一样的 分母一样的一个分数 这样的话它两个分子就可以直接加了 否则这两个分子不能直接加 对吧 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 这个呢实际上和上面这是一样的 你除一下 你也可以得到12u5分之2 OK 所以呢这个道理 但是你要熟练 熟练的计算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你明白 但是呢 你都答案就写的跟人家不一样 最后考试也得不着分 然后咱们看21.4 你读一下这道题 可以等于4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 我们要找到第一项 怎么找呢 就是这个 你根据它这个定义 这个A和D 你能不能把第三项 第四项和第九项的表达式写出 好 OK 你做呀,你跟我现在把第三项写出来 第三,第四,第九 第三项应该用这个A和D怎么写呢 第三项,我们都不知道第一个 你,他不是第一项是D吗 公差是D,这样的话你根据前面这个规律 这每一项都可以写出来了 他把第一项都给你,第二项都给你写出来了 那你现在第三项马上就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第三个,第三个就是A3等于A1加上RD 对,very good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very good,这是对的 那你再写第四项 还往下写呢,不要往那个 怎么又是A3 诶,三位不要往这写 直接往下写 写到这来,A4 现在要A4,我们又写A3干啥 现在要写第四项 哦,写错 对啊 对齐啊 跟这个上面这个对齐啊 不要给这写 跟这个对齐 你听不听见 你跟这个A3对齐啊 这样多好看 写到A3就写到A3的下面 怎么又跑到这个地方去 跟这个A3写着位置对齐下面写 你做事要显得要做的美观啊 往这写 写A4 现在等于啥 你给我往后填 然后呢,你再写A9等于啥 你给我往后面 往这填 往这填 对 你这样对齐多好看 往这 我写来回这 写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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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同样的吗 这不就好看了 对 对 这是A4 A 然后A9 对齐啊 你怎么写 你的位置 你看着对比 行了,这个就是A9 A9等于 怎么都重叠过完了呀 怎么都重叠过完了呀 我就把答案写出来不就行 我不能就把答案说给你吗 A1加上3D嘛,这都知道了 你 那个Stanley 你学数学 不光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还要把它表达要清楚 然后书写要整齐 这样的话 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数学的美 我不光是想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要 因为你以后做事情 你很多时候要 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东西非常美观 你才有价值 不在那乱七八糟 我明白 我就跟你说 那没有用 你现在给我把A9再写出来 第九项 A9 对啊 第九项 好吧 我不就行了吗 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 要认真 要求 对你这个要高标准的要求 你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 8 乘上D 你把D要乘上D 好 你现在写对的 非常好 那下面呢 D 对 下面呢 他要让你证明 你看 Use your answer to part A to solve the problem 让人用你写这些关系 来解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让你把第一项 这个这道题的目的 让你把第一项算出来 A1等于多少 你现在能不能把A1算出来 你现在怎么那么卡呀 特别卡 老师 怎么卡了 我这个好好的呀 那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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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二项和第九项的和现在等于-4 那你就说A2加上A9 这个现在等于-4 然后第三项和第四项和第四项的和等于-4 对吧 你要不能不能卡 对 现在就解这个方程 你要根据你这个表达式再进去 然后解这个方程 对 你来做 A2 A2他给你了 A2加上A9 对 这两项加起来它是等于-4 A3和A4加起来-4 A3和A4加起来-4 那么就是A A B加上B 先进了吧 OK 那么就是 2 A 加上 不是2A 加上 你先把第二项它的表达式 你先把第二项这个表达式先写出来 这个A2现在它不是等于A加上D吗 把它先写出来 这是A加上D 对吧 这是A2 然后呢 你再加上A9 A9 这不就等于- 那这个不就有两个A了吗 是有两个A 一步一步做呀 不能一下子就跳到最后了 一步一步做 先把这个先写出来 一步一步做 你要show your work 一步一步 老师 老师 那我就让你写啊 你接着给我写这个 8乘上D 这个等于-4 然后第二个是A加上2D 然后加上A加上3D 这个等于-4 OK 然后呢你把这两个方程化解一下 然后下面是A加上5D等于4 对 那现在怎么把这个D算出来 你想你现在要算这个D 你用第一个方程减掉第二个方程 不就D就可以算出来了 用这个方程减这个方程 这样的话2A不就看死掉了 那么左边不就省9D减去5D 就等于4乘上D 那么右边不就是-4减去4 对 等于-8了 所以就是得到4D等于-8 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接着往下做 4 那么D就等于-2 一步一步一步写 你别跳 D不等于-4 是D是等于-2 但是别跳 写个4D扔到那半截 你说好不好看 就像你盖楼盖半截 然后呢扔掉了 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盖 你就把这个先写到这4D等于-8 把这个写完了 你再写D等于-2 你否则就是扔到这半截 像盖楼盖了半截 不盖了 跑掉了 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 又去盖去 对吧 D现在算出来了 那么A呢 能不能把A算出来 它让你算的是A A的话呢 这不一带不就行了 对 再进去 再进去 一步一步算 -18 一过去 就是正的 就是-14 那么A等于7 对的 A是等于对的 还是个 好 好 那我们来做几道练习题 做几道练习题 做几道练习题 这个这节的内容就学完了 咱们比如说做一道练习题 比如说这道题 第一个 你读一下 这道题怎么做 21.1.1 要让你找这个第15项 Fifteenth term in the sequences 这个每次加三 对 就是四乘以三 就是四十 那就是四十三 对 那是对的 然后B 让你把公式写出来 找一个公式斩 分为 觉得 ребен语 看 看看 你往屏幕上写 然后三个电影 这不就是 1加上 n-1括号 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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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吗 写出来吗 写出来 你这写的字怎么 都看不出来那个是n 看不出来那个是d 你是用手指头写的 还是用鼠标在那写 鼠标啊 用鼠标不好控制是吧 那么再看第二道题 对 你读一下 他说 the third term of asthmatic sequences is 5 and the sixth term is negative 1 found the twelfth term of the sequences 要让你把第十二项写出来 他给了你第三项是5 第六项是-1 然后问你第十二项是多少 第十二项 对 对 你这个不是-6吗 一直 那 行行 哦 6 说把6当第一个 嗯 也要说6是-1 F-1 F-1 就成第六个 那就 6 -1 那么就是-3 生命 Сер角迟 不对是-3 8 8 -35 你这个你想法是很好 但是呢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乘6 你想想 12减那个不等 12减6是等于6 但是呢你这个-6 你这个-6是你用-1减去5 但是这个是第三项和第六项 这个是第三项 对吧 这个是第六项之间的这个差是-6 对吧 那我们那个D呢 它是相邻的两项之间的差 对不对 那你这个地方就不能乘6了 因为你这是三项之间的差 你是第六项减去第三项 你要乘6 你把这个公差把这个D要算出来 你现在这个-6代表实际上是三乘上D 这个东西是等于-6的 哦 你由这个呢 你把D要算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那D不是-2 那搞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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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D不是-2嘛 那就应该减去-2 那么答案就应该是11了 怎么会是11 -11 你怎么会是-11 你告诉我你怎么算是-11 那我看看-6-12 6要乘上-2 对不对 对啊 6乘2等于多少 -12 -12再减去1 你这是-1 不是-12 不是-12加上-1 -12加上-1 -1 不就是减去1 搞错搞错 我以为是减的 一定要注意符号 如果符号搞不清楚 代数相当于根本就没学会 1 好吧 对 所以这个答案是多少 -13 -13 -13 对 那你看 这道题实际上有很多种做法 你那个想法也是很好 我跟你说 这道题如果我来做 首先按部就班的第三项 就应该 我讲的第一项是A 公差是D 对吧 第三项就等于A加上-2 D 我会写出来这个A3等于它 然后呢 我会写出来比如说A6 这个就等于A加上-5乘上D 对吧 那么由这个A6-A3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当于3乘上D 等于这个是等于-1-5 这是等于-6 那么由这个我可以算出来D是等于-2 D是等于-2 D是等于-2 对吧 然后呢 我就要算这个A12 A12就等于A加上11倍的D 也可以把这个写成A加上5倍的D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6倍的D 那么我知道A加5倍的D就是这个A6 就是-1 然后加上6乘上-2 然后呢 这就等于-3 对不对 3 你看看这个 这个写是不是感觉逻辑非常条例非常清楚 我这一步一步我写出来别人一看就知道我 我老子里我老子里面一步一步是怎么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别人一看他就知道我我怎么做的 对不对 我首先把A3的表达式写出来 我再把A6的表达式写出来 我再用A6-A3 对吧 我得到3D 然后把这个数字带进去-1-5-6 然后呢我算出了D等于-2 然后我要算A12 A12的表达式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要算这个东西 我先把它拆成两部分 A加上5D 然后再加上6D 那A加上5D 然后我把这个带进来 -1带进来了 然后再加上6乘上-2等于-13 对吧 你就应该这么做 这样的话让人家看起来非常清晰 你自己也觉得非常舒服 OK 那下面呢 今天时间到了 我把那个剩下这几道题给你发过去 你做一下练习题做一下 下一次我们可以review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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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